张艺山是娱乐圈里为数不多的偶像派加实力派,迷媚无数还没有什么黑料,简直是真男神,多少少女都梦想嫁给他给他生猴子。 不过有网友大爆料,张艺山已经恋爱了,对方是参加过综艺一年级的女星宋颜飞,1995年生,中英混血超级美,不过这俩人也没见有什么交集怎么就恋爱了呢?很多网友吐槽,这颜值不般配啊。 很多人刚看到张艺山演戏时,她还是家有儿女里,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坏小子流星,一转眼就成了棱角分明的大男人。 不少妈妈粉姐姐粉,都挺操心这孩子的婚恋大事,网友们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张艺山和杨子这对,不过小雪杨子已经和秦俊杰任爱许久,狗粮仨个不停,心疼张艺山的同时,大家又把目光放到了前一阵和张艺山合作的周冬雨身上。 结果两人甜蜜互动半天竟然成了好哥们,小雨也恋爱了,午夜流星的好哥们键盘也结婚了,网友纷纷喊话张艺山该假把劲了,没想到恋情这就被爆出来,真的是家有儿女都长大了。 宋妍妃不是很出名,但是颜值真的也很高,她出演过综艺一年级,还参业了恋爱先生,翡翠恋人。 网友细细扒出有关张艺山和宋妍妃在一起的蛛丝马迹,惊讶发现,从2017年两人就暗戳戳的了,甚至有八卦帖子曾爆料,张艺山之所以接下这就是铁甲,就是因为被某酷拍到了恋情,但是她不想公开,于是被破敌架上了综艺。 不过随着这个综艺因为郑少发飙印热议后,张艺山等其他嘉宾,被网上狠狠嘲讽了一番不够真实,也是挺心酸的。 帖子里说到在张艺山粉丝和周东宇粉丝因为飞文恰假时,就有人爆料过张艺山和宋妍妃在一起了。 怎么说呢?因为两个人实在没什么交集却被放到一起,让人不得不信,一群网上普尔摩斯还扒出了两人许多同款。 当然了,大家都是明星,流行名牌也都就那么多,穿一样的,用一样的,也都有情可原。 不过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,张艺山2017年12月10号上市了自己的潮牌,然而,没几天宋妍妃已经在用了。 张艺山牌手机壳和帽子,这么喜欢她的牌子吗? 七夕时,两人还被移出现在同一个篮球场,因为背景实在是太像了。 好吧,说到这里,感觉真的很实锤了,因为巧合实在是太多了,明星也是普通人自然是要恋爱,结婚的。 不过有些人是怕伤害粉丝不敢说,有些人是怕被粉丝伤害不敢说,像张艺山这样没什么乱七八糟飞文。 一向把重心放到工作上的优质偶像,很多人是希望她能早日找到合适的另一半的。 如果张艺山真的恋爱了,我们自然要祝福的,当然到结稿为止。 张艺山还没有出来做回应,我们还是静静等当事人出来说明真相吧。 Gasuela往期精彩推荐童年影视,据回忆杀,都看过《算我书》从央视主持人到疯子,崔永元是一枚直男重新定义中国女团。 这个曾被拳网的死的仇女,火得一塌糊涂。